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似有一种江湖大哥的风范 大家买车用车的时候呢 肯定都比较在意的一款车的外形 都希望呢自己的爱车漂漂亮亮的 不过呢七座车型啊 在我国的境遇呢就很尴尬了 因为年减的时候呢 规定七座以及呢七座以上的运营车辆呢 需要喷字并且拍照 这指的是运营车辆 针对私家车很多地方呢 都没有严格执行这个规定 不过呢最近啊 有位男子的爱车 汉兰达呢就遭遇了被喷字的命运 本来呢非常中意的一款车 被喷上字呢就跟毁了容似的 颜值大打折扣 车主为了年减通过 不爽也只能憋着了 随后呢该男子询问了有关人员 有关方面表示 该男子的车子呢并不是运营车辆 但是也要贴上标志 也要拍照片 随后呢可以把标志拿掉 对于这样的回答呀 很多人呢都会发出一个疑问了 既然随后可以拿掉 干嘛要贴呢 这种形式主义真的能防止超载吗 在我看来 其实啊并不能 我国交通法呢 写明了严禁超载 广大的车主呢 一定要遵纪手法 切莫抱有侥幸心理 没有人对却 词买了 明楼